北京时间2024年6月1日 在一场沙王冠决赛中 利亚德新月在点球大战中 以5比4战胜了利亚德胜利 总比分6比5 成功未免沙特王冠杯冠军 这场比赛不仅是技术和策略的较量 也是心理和意志的考验 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 是沙特阿拉伯最强的两支球队 他们之间的对决被称为利亚德德比 这场决赛不仅是为了王冠杯的荣誉 也是本赛季两队的收官之战 C罗上半场在禁区两次得球射门 都被布鲁突出 第46分钟 C罗在禁区内腾空而起 一脚寄精四座的倒挂金钩打门相当的漂亮 但是越位在先了 年近40岁还能做出这么舒展的动作 让人赞叹不已 最终 双方进入了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 直到第七轮 利亚德胜利的小将内美尔的点球 被对方门将布努扑出 利亚德新月因此获得了胜利 赛后 C罗痛哭的画面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只见他躺在地上 伤心掩面痛哭 几名队友尚且安慰 尽管他在本赛季为利亚德胜利贡献了50球和13次助攻的惊人数据 他未能帮助球队赢得冠军 这位曾无数次在赛场上扬起胜利者的拳头 如今却在失败的阴影中低下了头 他的泪水 如同破碎的珍珠 一颗接一颗 从眼角滑落 这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冠军的悲伤 更是因为对足球的热爱 对胜利的渴望 和对竞技的尊重 C罗的泪水 让所有观看比赛的人都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